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欢迎收听2023年十二星座流年运势 还有八卦哟 嘿各位相亲护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我是吴比 那今天来到这边的话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喜欢的星座宝宝 处女座宝宝 有上过我的课 或者是常常有听我做分享会的话 你们都知道 我对这个星座爱不释手 维稳的话我想问你 你对处女座有什么看法 处女座 第一个印象就是完美主义 你觉得他们完美吗 其实没有 因为我身边也有处女座的朋友 我是不知道那个完美主义 这个人生从哪里来的 对 是咯 我有些时候我就讲说 处女座有完美主义咩 我只是讲说简单啊 我们马来西亚人最常讲的印经 是不是 有那个一点 是啦 那一点 他们一点很大点 OK 然后呢 说回这个处女座的话 我必须要说 可能我偏爱 我觉得每个张星是都有自己喜欢的星座啦 我个人的话呢 是很喜欢处女座的 上次我们聊聊狮子座 狮子座以为你们是我的最爱 其实你们错了 你们只是排名第三们的 我最爱是处女座 还排第三 这样第二是谁 第二是天蝎 第一的话呢 是处女座 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处女座的小八卦 然后我们再进入2023年的流年运势 好 处女座 第一 我必须要讲的话 在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点 就是你不放弃 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找答案 所以你看哦 很多处女座身上出了问题 比如说健康好了 或者是他突然间不舒服的话 你会看到他会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努力 然后去找出这一个解决方案 直到这个问题被解决 所以我发现到很多人讲说 其他星座不死心 很坚决 比如说金牛啊 我跟你讲摩基啊 我觉得你们都是输给处女座的 好 处女座才是真正的那个不容易放弃的星座 处女座有一个点 虽然他不容易放弃 虽然他可以很果断的坚持维持一个梦想 或者是一个目标 但还有一个点哦 他的过程总是情绪很多的 你有看过没有表情的处女座吗 有 你有看过啊 这样你很幸运呢 我身边每一个处女座的话 表情一堆啊 那个emoji啊 真的是多过我手机的那些 OK 他们很多表情的 我很少看到pokerface的处女座 因为他们的情绪很多 比如啊 他在开会的时候 你走路比较大声 有时候你穿高跟鞋 有时候你会 咕咕咕咕咕咕咕 他就会有一种 余光描向你的眼睛 那种表情是不是来了 Skin OK 然后呢 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Jet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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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在蹬你 Skin 他有很多东西 是不满 不爽 不可以 不行 所以我跟你讲哦 处女座 我常常讲说 你们很适合做什么功 你们适合去做寻柴员 哦 回到中学吧 很适合你们 因为你们很喜欢管人啊 然后再来的话 每一个处女座的丧事 啊 讲到这个处女座丧事 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报警 杂志社门里面 我是一个主编 我也是编辑的 然后我也很开心 第一份工作的主管 就是一个处女做宝宝 然后她也是 照顾我们照顾得很好 只不过处女做宝宝的话 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 要求很高就是 老板要这个100分对吗 我们为什么只能达到100分 我们难道不能挑战去到120分 130分 老板叫我们写四篇文章 难道我们不能写八篇文章吗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要求完美 然后完美主义的来源吗 但是我不用完美这个字 因为完美这个字有一点太大了 因为完美到底什么才叫完美呢 对不对 但我必须要讲说 他一定要有一种就是 他要看到你已经是尽力而为 所以我跟你讲 处女做他会放过你 他一定要看到你 At least you try 如果你这样说 I'll retry 他看到是咩 他会那个是咩来的时候的话 他又有CTTV证据 他有一大堆东西找出来的话 你就是GG了的 所以最重要的话 处女做不是要求完美 他是要看到你没有尽力而为 所以处女做在感情方面 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的 他如果不到黄河 他的心真的不死的 所以有人讲说 处女做好像跟伴侣的话 出很多事情 很难放下的 他们都是纠缠很久 因为他们就是那种 他会把所有的问题分析出来 最后他跟你讲说 我放不下 因为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我不可以随便放下他 然后我有承诺啦 我有答应他这个啦 真的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有时候听到 我都想要使用暴力 这也是他们的优点 我觉得最会聊天的 新作很多人讲双子座对吗 双子其实聊到一个点的话 那个新鲜点没有了 他就停下来 可是处女做不是的 处女做只要 他还没有累 他可以一直聊的 处女做真的是一个 很啰嗦的生物 我真的觉得 他们很适合做 妈妈 OK啦 他们适合做妈妈 如果做爸爸的话 也应该是不适合 对不对 而且他们又是那种 越聊越远 对啦 你跟他讲 吃饱了吗 你只是问这个问题 你只是讲说 吃饱了就算了 我早餐有吃 那一个很好吃 下次有空我带你来吃 你知道吗 在那边很出名 才3块6万了 你就觉得 几时你要放句号 太好聊了 所以的话呢 说到处女做的话 我只能讲说 他们太好聊了 所以我身边的话 都是一大堆的 处女做宝宝 你要的话 我送几个给你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的 零人意识 好 处女做的话呢 在2023年的话 其实是12个星座里面 最容易生病的一群 但是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有发现到 他们的病情 或者是状态的话 多数是发生在体内的 就是身体里面 看不到的 你知道有时候人 打喷嚏的话 心脏会痛一下 有时候走路走走一下的话呢 大腿啊 或者小腿的部位 会突然间有一点痛啊 或者是你不小心去按摩 或者是坐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 怎么这一边的话 好像会酸会痛 你真的要注意哦 因为你们的体内的话 健康可能好像 已经开始出现小问题了 要body check 是 要去做maintainance 我讲说要去 你的车都有去检查 怎么你没有去检查 对不对 要注意一下健康问题是吧 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发现这种病痛 跟家族基因有问题 所以去看看你家里人 是不是有一些 病例 这样的状况 去关心一下吧 去检查一下 不要等到发生的时候 你才来喊救命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点太迟了 然后呢 再来 因为这一些种种的经历 我也保守估计 2023年的处女座 她们的饮食啊 或者是她们的睡眠啊 开始会有很大的调整 因为她们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所以她们开始会早一点休息 处女座也是一个 很爱熬夜的星座 因为处女座是一种 夜生活的生物来的 所以她们到了晚上 很安静 她们头脑就很灵活 这一点跟双子一样 嗯 嗯 失眠的时候找谁 找 找 吾比 哈哈哈哈 我推荐处女座跟双子 因为她们真的还没有睡的 你不要听 你不要假假看她讲说晚安 信我 她一定在做别人的事情 哈哈 我透露她们的秘密给你知道的哦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天啊 你看到她的身上有一些长头发 短头发 香水味啊 我什么都没有讲你们很厉害的 因为处女座是一个很好的侦探来的 他们会注意到这些东西 哇 处女座如果真的要查案的话 真的好像没有破不了的案 哈哈哈哈 那吾比老师 我想问一下 如果处女座已经有伴侣了的话呢 呃 你是要问讲说 她会不会种成她的恋爱模式 就是可能会不会走向婚姻啊 OK 处女座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的话呢 看她的家人有没有所需 有没有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呢 处女座其实的模式有一点像水平的 就是都已经在一起了 就是不要做那么多那种多余的东西给别人看 所以处女座不太是一个很会晒感情的人 嗯 但是你问我爱 她会做完所有应该要做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讲那种传统的百喜酒啊 演戏啊 处女座有点抗拒 嗯 我身边每一个处女座有一点讨厌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做哦 都是因为爸爸妈妈要求的 嗯 这个是我看到的啦 嗯 好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处女宝宝明年有几个关键人物 或者是关键职业的话呢 她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 医生啊 律师啊 或者是心理医生的话 她们都要特别注意 有些会有出错 会有一些给错 建议 所以最好是先去验证 或者是找别人一起检查一下内容啊 都会比较好一点 是指处女座去见就是医生 律师啊 嗯 比如她找历史做合约合同 结果里面有小出错 嗯 所以她要找人再看多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呢 要注意一点这些世界 虻女座在2023年的话也是跟外国人有缘的 我问你啊 外国人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国家的 美国 美国对不对 我有很多顾客啊 也是很好笑的 我也讲说 哎 接下来可能你不能再看本地人了 你要看外国人 啊 我的按摩不好呢 什么按摩不好 外国人没有华人啊 外国人没有新加坡人啊 没有台湾人 没有中国人 啊 所以外国人不一定是ABC啊 也是有一二三的啊 因为有些人听到外国人 他就第一个想到是讲英文的人 就是跟外国人有缘分啦 是 然后我真的很鼓励 每一个虻女座在2023年存钱出国旅行 你真的会有很大的收获回来 我发现她很多很好玩的东西都在国外 等她发现 这个是天王九宫的 隐藏的一个工会给她做的 所以他们只要去执行 他们就会看到了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开心的东西好了 开心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虻女座在2023年 会有很多短暂的贵人出现 比如就是这个贵人一出现的话 只是辅助她一到三月 然后就消失了 然后四到六月的话又出现多一个 就是她长期有 但是没有一个陪她到天长地久 就是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啦 yes 所以会有这种状况咯 但是开心啦 因为有些星座真的是一整年都没有贵人的 然后呢 再来我们看一下2023年的话呢 除女座还有一个状况是要注意的 她今年的话呢 如果她有在那种很繁忙的地方 比如说商场啊 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餐厅有很多人来人往的啊 或者是在大马路 有时候在那个十字路口啊 或者是那个八马线上啊 她都要注意耶 因为有人会伤害到她 我给一个例子 可能别人在哪儿很热的东西 很烫的东西 就是因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如果她真的觉得那个地方很不适合 她真的要换位置 不然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身体比较快比较壮的人 一壮到你的话 可能你会被撞飞哦 都有可能 所以总之你自己就是注意啦 好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村女座的贵人星座有哪些呢 双子 天平 白羊 还有射手哦 有维稳的星座在里面 然后再来 幸运的颜色就是黑色 最安全的颜色 白搭的颜色 你知道很多人讲说穿黑色会显瘦对不对 你忘记了影子 因为影子是没有办法瘦的 OK 好 那希望大家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星座 也是准备要跟你大分享的哦 所以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 我们下次见 拜拜